Magic Box 但是英文里面使义动词可是有不同的单字,不同的用法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使义动词 首先英文里有所谓的使义动词的用法 顾名思有就是要让人做什么 或者是要求人做什么,请求人做什么 像是let,make,have,get等等 这些动词都可以这样使用咯 但是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让,let,have 首先这两个动词的句型都一样哦 我们先有主词,后面加上动词that或是have 后面再接上寿词 要注意到了特别的事情来了 寿词后面我们让他做的事情呢 我们记得要用圆形动词 Your mom lets you go out with your friends 你的母亲让你跟朋友一起出去 His teacher makes him clean up the mess he created 他的老师让他把他造成的脏乱清理干净 注意到呢我们售词后面的这个goal跟clean 我们呢都是使用圆形动词哦 知道了用法,那that跟have两个字到底差在哪里咧 他们两个动词其实呢可是有寓意上的差别咯 比方说啊我让后裔吃灵药 I let him take the elixir 跟I made him take the elixir 两句话呢都是我让他吃 但是呢要注意到第一句呢使用let表示呢受词哦 也就是后裔呢他本人想要吃 而我也同意让他吃 但是呢我们第二句的make则是呢受词呢可能不想吃哦 但是呢我却叫他吃 差别呢就是在这里咯 所以呢that跟make呢都是让 但是呢里面隐含了受词跟主词的关系哦 是他想要我也让他去做 还是呢他不要我却叫他去做 诶可就要特别注意咯 总结一下受词呢想要我们让他呢 我们就要用that 受词不想我们叫他去 那就要用make 然后呢使用动词的用法咯 受词后面呢要记得加的是圆形动词 这些细节呢你可千万别搞混啦